前方天生的臂展造就了籃下的防守優勢 在这种情况下后卫的对抗上篮显得尤为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摆脱了第一名防守队员到篮下了 好不容易到了篮下 发现一位臂展差这么多的球员在篮下防守该怎么办 当他离你很远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抛合 对于几天投降能力不错的后卫 你可以舍弃一点进攻时间差,进行几天跳投 我们讲一下对抗上篮的要点 为什么要对抗上篮 首先,对抗上篮本身最重要的点就是要对抗 当你不对抗的情况下,很多人会选择躲避那个队员 因为他比我高很多,我会怕他干 这时候你越躲,越容易被盖掉 然后裁判越不会给你哨 第二点,当你在躲避的情况下 没有制造身体对抗的情况下 防守队员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去助跑的 看到你我过左下,他从那边跑过来走到你盖我 但是如果主动去找对抗的话,他是没有阻力盖我 制造对抗的时候,除非那名防守队员的天赋 身体条件比你高出非常的多 不然你往里踩一步制造对抗的同时,往外伸展去完成上篮 基本上他是盖不到的 对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裁判视角 当你空中对抗的时候,防守队员有时候会下意识的手往下压你 只要他侵犯到你的原住体,这就是一个犯规 我的兄弟活鸡们在盖上 走起来记得孝敬天 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对抗之后 他不会去看篮筐去找机会 我们对抗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球不被封盖的同时 制造更多的进球机会 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制造犯规 你看一下篮筐 我们就是一个M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 具体对抗之前的脚步 该怎么踩,这是很关键的 我们讲到第二步吧 第一步 这个地方,但他发力的方向是往一 然后第二步是踩在 防守队员的身体前侧 然后往他身上靠 这个时候就上来 第二步是对于一些 比较习惯双脚起跳的人 比较适用的 撞上去之后 有个跳步 然后再上篮 我们讲完两个脚步 第三个脚步是 一个快速的偷步 因为我们理论上 上篮 如果从右侧上的话 会 右 左 然后对抗上篮 对不对 但如果你够快的话 你可以 右侧踩一步 直接起 然后身子靠在空中 然后拉出去上来 不是那一步 这个动作要尽量保证在空中 靠到防守队员 或者自己控制好核心力量 否则在空中持续平衡 或过会很严重 我们讲的最后一个脚步 就是 我看欧文非常喜欢用 他跟我们讲的第一个脚步 非常的像 我们第一个脚步是 往外take一步 往里 踩 然后靠着防守队员上篮 但欧文他是 往外 往里 这个时候他不靠 他会往外再发力 然后后仰投篮 这个动作要尽量保证用第二步 对抗 同时顶开对手 为自己捅出投篮空间 运用核心力量 制空后仰 This is Super Y 今天再次感谢 两位兄弟一起来跟我录像 然后今天刚好我们穿的都是白色 我们穿的都是白色 很符合我 Super Y 的主题 until next time 谢谢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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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